Hello, 又到星期三晚缺戰中環, 今晚見不到外貌, 不要怪了 因為節目時間在調整中, 稍後盡量擇取早點錄影的話, 外貌就多點時間參與 今晚不約, 馮博在這裡, 兩個男人出語水先 先出語, 等外貌回來就好一點 過兩集就回來, 大家可以見到外貌, 是這樣, 有沒有怪 因為大家觀眾都很不習慣, 有些人都很認真的 新鮮滾熱辣, 又殺到埋身, 最新前線, 意識形態, 現在鬥 大家以後, 包括李克勤和那些年輕人都不能再唱那首歌 是呀, 搞笑版, 改裝版 第一個要蓋檔的就是, 禁歌, 就是李克勤的 OK 他很遲拉, 是呀, 要抄襲 改了他, 不可以了 不可以了, 不可以了 另一個就是, 那個年輕人唱的那首, 叫什麼 我忘記了他怎麼唱 什麼, 牛肉口味那首 很多版本, 一上高登大把 所以國歌法這一下, 已經說明是意識形態 之前, 九七前, 打死都說不會引入這些 原因就是, 一國兩制 問題是, 鄧少平死了, 沒有人認數 現在最新上場那個, 憲制新秩序 結果變成香港什麼都不行 現在最過癮的是, 連這些所謂創作自由 你玩一下都不行 嘩, 真是的 原本那些年輕人, 他肯玩你, 接手你 即是, 幾種不同的玩法 那些年輕人, 他每天聽那首《心繫家國》 其實他洗腦已經有一點的成果 小朋友很容易洗的 沒所謂, 只是聽給他唱, 很正常 那小朋友沒什麼 那你說不能改的 不, 另一件事, 那個態度問題 因為香港人習慣了, 不是這麼認真 搞清楚一件事 你要香港人很認真的話 他只有一件事認真, 認真是說謊 這件事大陸都很認真 專業的, 大陸, 天生 所以你說香港人的文化 我和DNA經常都說這句 其實跟中國有一個很大的洪溝 大家經常都忘記了這件事 香港的所謂中國文化 是滿清的時候留下來的 不要忘記了 也就是說, 中國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 說得難聽, 香港沒有參與過 從這個鴉片戰爭開始 香港已經不是中的部分 有顛覆它, 基地 顛覆它一回事 你移民一回事 問題是我們這一邊所演變出來的文化 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真是割裂的 他這樣說, 香港能夠經歷一個比較 相對完整的現代化 是因為它割裂了 所以你說要照搬中國 那套意識形態 國歌法很明顯 你會發現火星撞地球 還有很多國家都沒有所謂刑事罰則的好笑 反過來, 國家領導人說了一樣 都不知道什麼叫鬼拍後裏的事情 哪些人最忌諱別人來 對, 我也想說 就是他自己經常被人疾 或是疾人那個 你抵褲不是怕人疾, 還是這麼簡單 他剛剛說別人宣傳中國威脅人 是一些自己經常覺得威脅的人 他才會覺得別人威脅 請問世界上誰經常警惕別人 會顛覆他 不就這樣 就是偉光正 所以你發覺強硬地執行國歌法 就是國家領導人的說法 是否因為他怕沒有人尊重你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已經變成了兩種普遍 一個就是罰理 另一個就是給錢給你 偏偏就是沒有真心 是啊 所以香港人 我發覺香港人未必會死 因為習慣了 不是說謊 認真地說謊 是很絕的一件事 其實中國會不會有 中國更慎 過了文革 一個叫口號才是假的 誰上台誰要叫什麼口號 就跟著叫 你下台他來踩你 現在那些流淚 你看那些人大 那些真是表演 出了眼淚水 有些相對 很明顯香港人就很生疏 你見有一位以前做明星 怎麼這麼尷尬 問六四那些 不要說這些 香港人始終是不習慣的 他不習慣 他始終還有那些 叫做 都感覺到糯米 是啊 但沒有辦法 像上面那些專業的 完全 沒錯 很專業的 你說香港是不是要急速地追趕 這個中華文明的偉大發展呢 如果這個大家想見到的結局 就是這個結局 香港人會越來越厲害說謊 但是越來越厲害說謊 對中央來說 他會不會更加安心 不會更加安心 從來都不相信你 是不是都不相信你 現在最過癮 提醒大家一件事 以前經常說 左膠也好怎樣 最過癮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經常玩真心 政治是不可能玩真心的 當你真心就只會變成真心膠 為什麼先前跟大家分析了很多 競選策略也好 競選分析也好 我經常來回答一件事 外行就看熱鬧 外行就看門老 你玩政治的 你就不要跟人玩真心 玩技術 另外先前也同一件事會提出 所謂路線之爭是什麼家科 到底你是所謂跟機制 初選的東西 跟機制還是自在一定要贏 我反過來有很大的問題 競選不是自在贏 自在參與 你自在跟規矩排隊參與 這叫做競選 這是政治 有一個很過癮的現象 有辣有不辣 馮博也說得很清楚 正正在過去150多年 香港是缺席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那種現代化 現代的混沌過程中 香港是沒有經歷過的 所以香港人保持了一種 現代中國人所沒有的 就是真心交 就是這件事 所以他發覺整個過程中 很守法 守法到狠狠 先前我們也分析過 那些情況 你再這樣玩的話 你會被人笑咎 你一定是輸家 因為每個人都不排隊 只有你排隊 那你一定是排隊未了 其實你再回到大陸 你就知道了 你自然要入鄉隨俗 你自然發生什麼事 第一 你不可能是真的 所以為什麼國內的朋友 來香港買奶粉 就是這個意思 他依然相信香港的奶粉是真的 真的 還我真奶粉 就是香港 我要真奶粉 或者我要真奶粉 或者我要真奶粉 我要真 什麼都可以 他只有一件事是真的 大陸 只有賊是假的 只有賊是真的 只有謊是真 真是謊話 只有真謊 這個人必然的 我們前 我記得上一個多月前 我們有一集 新年傳 都說 其實你說民主 我猜大部分人 其實他未必對DQ 這些程序公義很有感覺 沒有感覺 但其實真正影響 都不是說有沒有人選 人們也會說 就算你給我票 我也不知道選誰 其實就不是選誰 有沒有一個老闆 會覺得 因為我也不知道 哪個員工好 我就不做老闆 沒有的 因為想不到一個好的人選 所以我不要選票 或者不需要民主 就等同一個人玩 因為我不懂得選誰 是好員工 所以我不做老闆 其實是確定 服務你的人 是不是真的供服 問題是香港人 從來都沒有做老闆 才準備的 英國人其中一種絕世好巧 將香港人搞得很純文 所以另一種很過癮的真心 就是真心地誅 所以經常要等人指示你做事 幫你做事是勤政外民 勤政外民是甚麼字眼 所以這個英國人殖民時代留下的 很公民 所以其實現代中國來說是正 即是他們完全接收了殖民地政府之後 行新殖民 原來是活動的 記住行新殖民原來是活動的 原來就是香港是適合被殖民的 在整個基本法的設計裏面都是有假設的 本身80年代收回香港 就是很像一個系統 比英國人說得更清楚那套是甚麼制度 即是基本法是一個 將港英那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是一種狀況 對,他做了很多功夫 他講了50年不變 其實是有他的原因 他覺得當時中國一片混沌 還落後 80年代初 他覺得你這套事 停了在這裏就是有效的 也不打算改 現在倒轉了 他自己覺得自己已經不需要來 他覺得自己很有效 他覺得自己很有效 他覺得自己強力又有效 當然 這是下一個主題 當然 我不知道他何時可以搞得到金融改革 也不知道他何時可以做到的事 這個時候 稍後我們會去蕭公 專長再去分析 就是講打貪 你覺得是否真的能打到呢 都成問題 但是香港很短時間做到的事 他很長時間都做不到 就是那句 你的文化基因不同樣 香港做慣純民 做慣直民地的好公民 在這種情況下 你叫他不貪 他真的會不貪 這個劉兆佳其實有一個很透徹的分析 他自己都這樣說 你可以不喜歡他 他真的說得很透徹 即是說這些所謂自由民主 加上優良的管治 其實在絕大部分的國家都需要有民主的配套 不過港英的特殊經歷 就令到香港人覺得不需要有民主 都可以有這些 所以基本是保守的 他的前半部是完全沒有正常的 他維持著以前的原判 當然他近年寫的東西 很開心我們看看他近年寫的 問題是我一向都說 劉小佳掩著很多東西不說 是打手來的 有這樣的東西已經出軌了 所以當年所謂劉小佳的理論 其實有些東西是抽空了的 香港本地的人 是教導很適合避植民的 百多年以來都是 我不覺得百多年以後會不是 文化就是這樣 很難改 改了你就更難改 但劉小佳掩著什麼不同 香港不需要民主都有這些東西 但是抽空了一件事 就是英國組界有民主 明白嗎 也就是說香港的殖民地政府 是受制於一個民主政府 所以這件事不能夠抽空來講 所以為什麼轉了97之後 這些東西會變得那麼快 就是這樣而已 控制最終的體制不是民主 他能夠在香港縮貪幾年做到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產生的殖民地民官制度 那些民官本身是不貪的 他不貪是很重要的 是經過民主制度產生的殖民地民官 管責民地 所以我們要叫QC QQ 就是這群民官受制於一個廉潔的民主政府 那群是來自英國公學制度的 是那群精英來的,基本上你要求他貪是難過 很難的 因為他有一件事叫做Honor 難過不同,沒錯 所以這件事就是大部分 所以可能你說戰後那段香港是難民社會的階段 那個貪污有一段時間是嚴重的 如果看歲月神偷那些 但他要因為最主要的部分是沒事的 他要做的就是他很快可以做的 所以很快已經完結了 但我們一對照跟喬國 那會不會有人在大頭貪呢? 就是,由頭到尾全部都是 所以基本上無觀不貪大家都明白什麼事 所以你說打貪大家都明白 只是政治動作而已 居然有些港珠比美香港的廉政公署 剛剛就說到杜玉那件事 到底中國會發生什麼事 國務院改組 叫做監察委員會出來 監察委員會 所有監察大權之身 香港有些人就當成神 中國終於有廉政公署了 我聽到茶都噴出來喝水的時候 原因就是 哪個是呀? 唯一能夠歷史上相似叫做東廠 明朝也有ICAC 明朝也有ICAC 而且明朝的ICAC更廉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不可能會被識友 這些傢伙 他不會有權色交易的明朝的ICAC 也不是的 也不是的 有些明朝也要有些特種的妓女 好像要服侍他們 純粹是個癮的 個癮而已 不是真的有用的 所以你明白 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計算 明朝的ICAC 不是更廉潔 是不是都穿了 又雷麗風乾淨 所以你不可能跟香港那套 或國內那套互相對峙 兩套完全不同 所以香港人 不要說奴化 殖民地 習慣了這套私為方式 其實很難改 所以關鍵就是 為什麼九七之後 惡化得這麼快呢 就是原因後面沒有了QC 你沒有了民主政體 去監察著你 這班所謂海外的高官 那就出事了 其實體制本身是可以出事的 只不過過往是 你說說應有制度也好 你說制度最後 都是有人的因素 你沒有民主底下 那個制度本身是有制度性的缺陷的 而你失去另一個支柱 就是祖家的文明輸入 沒錯 沒有一個所謂 另外一個重心 你不會跌倒 所以劉小佳那套理論 騙了很多人 尤其是鄧小平也會騙了 以為沒有民主 可以照樣活 甚至說中國人一定會給誰人好 現在事實擺在眼前 沒有可能的 另一個特例 中國也很想學的 是新加坡 也沒有一個所謂西方意義上的 大家知道 都是一黨 人民行動黨 永遠都是他的 問題是他真選舉 就算普京都會選擇 對,很多人都會選擇的 你怎麼骯髒都會選擇的 所以我千萬不要普京那麼極 即是新加坡的 他都很廉潔 起碼很廉潔 原因就是李光耀在哪裡讀書 大家看到嗎 有 其實很大的程度上 是李家不貪 一來李家不貪 他那輩子都不會貪 互相監察很重要的一件事 英國就發明了這件事 監察問題 所以說 他真是一個民主政體 就算你說他怎樣威權也好 有些事情不能如越條底線 不能越雷遲半步 不止難看 他有互相監察這回事 也就是說 如果他自己內部不是做好互相監察 你國會會監察你 國會不做互相監察 選民會監察你 他是可以輸 他試過輸議席 試過的 即是裝腳地區輸了 他馬上就亡人普勞去救 他不是不讓你出聲 DQ你其他議員 他不是用這招的 你明白嗎 所以他可能你說很難看 他有另類DQ 他有另類DQ 他控制破產 說你誹謗 你真是誹謗 所以你會發覺他們不會容許太多言論自由 但是在制度上依然奉行英國佬那套三權分枉 三權分枉是一個很重要的監察 如果忽略了這件事 三權合作已經完結了 DNA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大家都明白 在這兩個華人社會 而可以得以成功 很清楚就是一個英國人留下的 沒錯 很重要的 所謂文化直入也好 DNA直入也好 其實不同於中土那一隻 很明顯是不同的 我們在說最近的 要唱國歌 唱完國歌大家就很有愛國心 他都不是我 應該都知道不是 他自己知道 明知道不是的 所以他的豬仔議員合同投票 一回事問題 大家都知道不是真心的 是可以改的 所以最過癮的是 明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 今日的我推翻前日的我 經常都是這樣 所以中國的領導人 有一個很過癮的心理狀態 永沒有安全感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雖然是鬼爬後面 回轉來說 為什麼會有人怕你不尊重 以及不服從他 因為他根本都對著這些人 他沒有人相信過 很簡單 正如毛澤東指定過繼任人 結果不是撞飛機死掉了 基本上沒什麼好下場 每一個中共的 繼任人也沒有好下場 指明的繼任人也好像沒有好下場 所以為什麼 遠一點 所以為什麼習大大 會說明沒有連任限期 就是這件事 因為一旦被人猜 如果誰是你接任人的話 就另一場聲風血雨 他應該不知道 另一方面 人們問普京 他說他不會修憲 他串你嘛 他想不修憲 共產黨領導 別人是一個民主宣言 是呀 嘩 串到你 是呀 是呀 很多成文法的憲法國家的宣言 即是憲法的宣言 都是反映這件事 等於美國憲法 他會有一個 美國獨立的宣言 那個其實就是人權宣言 照抄的 其實現代化國家 過去兩百年 都是根據人權宣言來立國 精神就是這樣 形式上跟 而實際上不跟 是做不到的 所以唯一的解釋 就是現在這個 所謂中國根本就不一個現代化國家 因為他不跟 蘇聯也想過錯了 沒有啊 所以韓國也走向一個 比較 我們叫 用西方角度 正常國家 就是民主和民族的建立是同一件事 你看看那部電影 他最後說的那部電影 其實是一個民族主義 韓國人都是民族主義的 但他現在多了一層 即是說是一個民主的民族 他比較韓國的民族的統一性是大的 那你是大韓民族 就是這麼簡單 那半島內的 他賦予了一個新的意義 就是真的站起來 我最後那段 他擺明善情 擺明是民族主義的 是民族主義的 他最後那段擺明是抄著這個孤星類的 站在一個巴士 然後整個人海 整個首爾街頭 那段後來是孤星類 是啊 是孤星類 很清楚他根本是那樣東西 那問題 你比普世還要解釋大陸 即是說他進入現代化 他進入現代化 就是他認同了某一種 人權宣言的理念 而成為民族主義的基礎 英國就是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矛盾的 你在韓國的案件看出所謂 人權宣言那種人權理論 民族主義的民族理論 是無衝突的 人家的理解就是 真正有民主才是民族真正站起來 是呀 如果是所謂站起來的人民是沒有人權的 你站什麼 你沒有人在這裡站什麼鬼 豈不是叫狗就站什麼幫你 只有狼的幫你 趴在那裏 趴在那裏 人們趴在那裏拜你的時候 你說他站起來 我不明白什麼意思 所以為何韓國是一個很過癮的案件呢 不論他的國勢強與弱 這不是重點 而是在於證明了一件事 又是說文化戰線的問題 那裏是贏了的 其實所謂現代化 由1789年開始那一套 就是美國1776年開始那一套 以人權理論來立國這件事 其實是和民族主義是沒有衝突的 如果有人說有的 例如美國立國的時候 其實沒有所謂美國民族這件事 沒有的 是移民國家 明白嗎 前提到美國不是民族主義 所以它行到民主、人權、諸如此類 韓國後面證明不是 所以韓國是亞洲國家 前提來看 其實很多歐洲國家當年的民主化 和民族運動是同步的 因為你有民主才能確立民族的自立 當年就是這樣的環境 但是還有一套的說法 就是兩件事是不能平衡 有一種邏輯是這樣說的 正如有一種邏輯叫中國的邏輯 還要說強起來 現在是分三個階段 49年是站起來 79年是富起來 現在到習老大就是強起來了 這些語言藝術每個人都會玩的 是不是真的強起來呢 這個我不敢說 即是先東征日本 不要說那麼多事 就說到避屎這麼小的釣魚台都拿不回來 你嘗試踩上釣魚台 都不要要求你收回這個東北領土 我不要求你太多事 我只是說 你嘗試踩在釣魚台那裡 然後跟大家說 你是不需要去日本的派出所被扣留的 那你就厲害了 每次都是的 你去釣魚台威獲金的 然後拉軌你去日本的派出所 然後你在日本請律師保釋你 然後經日本的政府豁免你 踢你走 每一次都是證明人家有實質管治權 你說什麼 每次都強化了這件事才過癮 所以連避屎這麼小的釣魚台都搞不定 你跟我說領土完整 Come on, give me a break 唯一會怕的怕什麼呢 就是真真正正正 民族主義其實中共是很害怕的 一說民族主義其實是很害怕的 其實下面的人民族主義反了 另外那幾個民族 就是了 你就想想 漢滿蒙迴壯 漢滿族壞了 沒有說話可說 但是蒙古族呢 回族呢 壯族呢 它受理的 你說西藏經常有人自焚 沒錯 問題是新疆有人勝賤 這就例 所以最近的報道 拉得最多是新疆的人 問題是怎樣拉法 大家說得不清楚 消息封鎖 所以你又發覺 又回到那一句了 只是幾個人在電話商討移民 都拉了 這是正常的 這是很過癮 所以現在國內的意識形態的矛盾 是風高浪急到不得了 所以才會強行推國歌 要求你愛國 很多東西 越推就越不愛 因為基本上是逼人說謊 這件事我不知道可以怎樣收課 我相信事情會自然地發展下去 我想香港人看這些愛不愛的東西 覺得是沒得逼的 還是愛自然愛就愛 有得欺騙 有得欺騙 可以欺騙 但是很難逼的 逼我未見過逼得成功 你可以逼我未見過逼得成功 可以利友 你可以利友 有得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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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就拼你 拼你豬 因為說難聽 隨便一個揭開本現代歷史 你都很難讀下去 讀不到的原因是 過了1949年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件事是不是中國 第一個問題 你搞不了 搞不清 這件事我想 就算再強行推進去 我想反效果都會有多大 就是趕一下 已經有很多教育團體出聲 當然小朋友很容易哄 但其實後果不是 造成這麼大的分化 有些人認為是 挽回下一代 不要再受唐獨 諸如此類 大家看看旺角扔磚那群 實在是甚麼人 是否老人家 那些六七年已經扔磚了 1967年扔磚又有年輕人 然後到了2017年沒有扔磚 2014年扔磚又是年輕人 到底年輕人能否用逼的方法 令他歸順 我覺得是無可能的 這件事 你怎樣看呢 我看法一向 尤其是你問我 如果以教書 基本上有政治意識的都是不可能 大步是本土 有政治意識 沒有的就沒有 有的都基本上全部是本土 年輕人那些 有另一批的 無實派 變成有很多年輕人 是會跟建制那邊的 但是那個原因 就未必一定是我們 以前認識的那種所謂真心 他會計算的 他會計算的 很懂得計算 但是鄉文很踏實的 很現實的 那一批是少數會 但你問我真的純粹當你觀察 聽他自己 對著你沒有需要 我可以給他一些甚麼 你真的對著他 談相同境 看見他的反應那些 你都知道大部份是本土的 你說泛民家建制很少 你已經變得很少 有一個原因 我問那些年輕人 是否能說出自己的鄉下在哪裡 說不出的 說不出的 在我這一代 我們叫八十年代成長的人 你是香港人嗎? 我們是說出自己的籍管 籍管而已 但是你是香港人 我知道 我們很清楚是香港 但是我說出自己的籍管 但是現在這些年輕人 是跟大陸的角離 是去到這個地步 是他說不出自己的籍管 沒有需要 沒有回香港 沒有一個概念 沒有的 這個對我們這一代來說 我也有一點點詫異 我猜不到這些年輕人的 割裂程度去到這樣 因為我對我來說 我鄉下都還要 很自然的 有間屋的那些人 有間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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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這一代 因為他父母都很可能已經是本土化 他們已經是本土化第二、第三代 原本就是難民社會 但難民的樓大已經完全消失了 例如他們的父母和爺爺 會帶他回鄉下 但是他父母已經是本土 他怎麼會再帶他回鄉下 是不會的 此其一 就算是所謂帶回鄉下 也有什麼身份帶回鄉下的問題 作客的樓明顯都不是國家 作客 即是你是歸中應組回去裝住鄉 和你過去大吃大喝當遊客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就算我昨天歸中應組 我都可以當自己是遊客 因為已經不看你生活 另一件事是 現在拼命搞交流團 我不知他有沒有做過一個 所謂的 cycle mapping analysis 就像剛才所說的 那個dimension 有沒有檢查過 到底所謂交流的時候 你是用什麼身份去參與 你是歸中應組那一隻 還是作為遊客那一隻 如果作為遊客那一隻 包括現在很多國內接待單位 其實他都當你是遊客 你是客 客和遊客是兩回事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狗大門口高 即是說這裡多發達 多文明 多進步 多有錢 是兇你 問題是那些年輕人不受這件事 如果就是兇不住 又如何 回到大陸會覺得祖國好好的人很少 他們會看到一些很落後的地方 我問他們教書 另外一些教中學的朋友 他們回到之後 覺得參觀那些什麼革命景點 革命電視機地 他們覺得回去問那些年輕人的感覺是怎樣 我覺得那些人很骯髒 周圍你去談就丟垃圾 覺得那些人很不文明 未必一定說很骯髒 或者反過來 但文明這件事是真的 即是你會立即有一個文化震動 文化震動 不是只是說你普通談那麼簡單 因為有些事情你不是接觸過的人 你不知道 所以梁振英一大貢獻 對於本土化 就是令到香港本土未接觸過國內的傢伙 親自有一個大開眼界的機會 親自來示範給你 最新的情況是 有一對父母說 人有三公子的小朋友在餐廳裡 在餐廳裡的茶杯裡 在餐廳裡 厲害,寶寶 問題就是他可以在你面前做這件事 你認為香港的小朋友去到國內交流會見到什麼 在餐廳應該要洗手間 在餐廳已經很給面子 把杯子放在你的腳上 咬清楚這件事 那些小朋友看到這些是無日無知 會很震驚 對於他來說是很日常的一件事 他確實了一個觀感 對於梁振英一大貢獻 是不同的 他會產生身份認同問題的適應 我原本以為自己是中國人 我上去發現原來自己不是 千萬不要帶他上去 現在進展到一個地步 有些旅遊天書如何 教香港人出外旅遊的時候 第一件事 不要被人誤會你是中國人 要分清楚 否則很嚴重 不要說 你去旅行 你去一些 我之前使用特照在柬埔寨 他看到你是特照問你拿錢 丁寧海關 會的 但你不能不同 你不能不給他 你在那裡去玩 去玩幾個小時 那你怎樣 你真是國產007 你給10元港幣他已經很開心 是啊 當然你問我 我的選擇就是 我帶著泰座的旅遊 我當然不會讓你玩幾個小時 就是國產007 是吧 Localize 問題是你付錢那一刻 你很清楚意識到 大家不是同類人 還有一個最污辱的感覺 就是好像其他那些 台灣也沒有去找他 你拘捕了 你愛國 他認住你那幾顆星 是我 我越來越覺得 拿著這本護照 感覺上 已經被classified 你不是一個文明國家的人 所以 習大大的女兒 都去了美國 就是這樣 大家不明白什麼事 你口說愛國 但身體很誠實 當你知道愛國 是要面對這些文化歧視的時候 你自然就不會愛國 即使你行動上好像很愛國 大家都明白什麼事 一計算就不會愛國 所以 剛剛當選了人大 香港的最高位 你的兒子都在澳洲 是啊 這樣才是真愛國 然後說你不愛國 這些才叫他們的版本是愛國 所以他跟得很足 跟得很足 即是交足器 愛國即是交足器 即是香港的電影 金句話說 做人去到某個年紀 你總有些演技才行 就是這樣 又或是指懷 做人無功關 石屎 大家不一樣 大家明白什麼事 問題是我們對著 所謂亂世如何 弱生存 這個就是考慮 所以怎樣說 即使現在再進一步 無要逼你唱國歌 諸如此類 都只不過是再表明多一次 就是某些地方的文化弱勢 正正是一個弱勢的遊戲 即是流髮不流髮 流髮不流髮的邏輯 是啊 他一定要看到你表面上順從 就是這樣 你不剃我的頭 我就會剃你 為什麼呢 他真的是少數 對 他是少數 他不是用這樣的方法 逼你表達 基本上令你 在行為上 鵝滅你的志氣 是這樣的 一定是這樣的 之前看一套電影 馬田史哥西斯 少些人看香港 很沉默 他變成說這個主題 是當時在德川之前 留下的葡萄牙傳教士 有一大堆的較難 是因為德川所覺 所覺 要清理 要清朝 文化異端 文化異端 其中一個主題就是答繪 將天主教聖像要的懷疑信徒 踩進去 吐口水 無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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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這樣 要表態 透過那些人真的不肯 沒有堅信那些他不肯 很多人生存下來 基本上是同一個邏輯 他當權了十分之恐懼 要這些行為上 有些人都說實際執行上的官員會跟你說 其實是形式 你答完大家都好做 大家都好做 我和你無仇無怨 你答完大家都好做 所以說你會有呼險 但這種呼應方式 就形成了另一個惡性循環 你還記得當年一本很紅的禁書 《金觀圖》那本《興成遺危機》 人家都已經用了盛世危言說了一件事 那時候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 講的麥加科 就是中國所謂傳統 甚至現代深酵的文化 都有一個很過癮的死穴 死穴是麥加科 就是他們這種所謂中國的融合模式 是一種脆性融合 很容易撒斷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所謂文化內涵的共通點 而認同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經常說軟實力是甚麼意思 軟實力不是很容易死軟的 而反過來 這種實力 你並非硬斑的硬件看到 是一種意識形態 不是說我們逼你認同某些形式上的硬件 對著旗你就會下跪會下跪 就是形式來的 問題是他心裏面的價值觀 是怎樣判斷這個行為 判斷這種感情 這才是重要的 這種所謂軟實力 所以當你所謂形式上 好像當年滿清一樣 對著青龍旗跪拜 但到了八角聯軍 當年有一個很大的黑漆笑話出現 單體被八角聯入成場 是啊 帶路的 Exactly 帶路黨 跟香港一樣 群帶路一樣 那些外國人的日記好過 那些兵仔的日記最生鬼 他們來到中國第一次軟正 跟他們的預期完全相反 相反在哪裏呢 照計我來打你 你會打我的 不是的 我來打你 你要反過來打你自己人 奇怪的是 為何中國的老百姓 你會跟中國的軍隊各隊的呢 大家真的看到 你圍攻北京城的 影著 單梯的那些人幫 是中國人幫鬼佬單梯去攻城的 文化奇觀 文化奇觀的問題 你是解釋到為什麼 哪一個才是來打救你的 你想清楚 明白嗎 有個背景的 因為那個有異和團 異和團 看見是人就斬哪一支圓文 其實是黃絲 你說黃絲也好 你說六七暴動也一樣 我意思是說 八國聯軍是黃絲 距離解民到圓 那才解釋得到 就是解放軍 就是解放軍入城 那些情況一模一樣 就是當你本身北京那班人 那些土著 是受到異和團屠殺的時候 然後你自然就會覺得 來打你那些鬼佬是救星的 是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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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金觀圖用的字 中國那種融合形式 是一種形式上的融合 和一種脆性的融合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每到一個大分裂時期 一擀就散了 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都不斷反覆說過 當然 我猜金觀圖劉青鋒 其中一個高尖遠座的地方 其實他已經一早告訴你 中共是十分接近 中國傳統理解的那種盛世 當時他改革開放已經猜到了 那種叫輕盛與危機 基本上就是盛世危軟 但他寫的那種其實不是盛世的 他猜到了 他猜到了 只要改革開放繼續進行 以中國的人口 基本上他要回盛世 是有職可審的 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字 今天都已經看到很多財經分析 分析是什麼 大家都明白 其實中國只不過是在很短時間之內 追回很長時間的平均增長 所以如果我已經在三十年內 追回接近 我不要說香港那麼威力 台灣也好東南亞也好 就算追回東南亞的經濟水平 人家在說幾十年 你是在說十幾年 你想想的速度是幾倍 所以中國的所謂盛世的假象 只不過是平均數的假象 而中國面對一件事 他自己班人都很心寒 家科經濟學家經常都說這些 就是說你那個所謂 中產收入危機 中等收入陷阱 當你的經濟去到某一個 所謂中等收入水平的時候 你隨時會停滯不前 甚至會倒退 原因就是 你有什麼動力再撐上去 所以其實從來都是一個所謂的 平均數的幻象 就是人家過去幾十年 可能每年百分之幾的增長 增長到現在的某個水平 你是要在十幾二十年中 追求人家幾十年的增長 你是不是要百分之十幾二十幾的增長 就是這麼隱瞞 丁學良教授 就是一本叫中國模式 沒有講清楚 已經分析了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 已經說了這是一個平均數 平均數 當然對於香港人的角度 看這段歷史 你還未算你之前三十年受的苦 所以聽完習大大說 以歷史證明了只有共產黨能夠 跟著經濟學者 不是假裝那棍 只證明了鄧小平是對的 你不妨礙大家發達 就是一早發做 但是問題就出現了什麼 另一個恐怖的假象 就是分配不平均的問題 經常覺得國內很多富翁 很有錢 反而沒有問題 你算平均 你算平均就知道什麼事 又是平均數的假象 大概七八千左右 人均還是低 而香港應該大概五萬左右 回到剛才那個話題 就像逢坡所說 他都見到年輕人很多 那個文化反差在哪裡呢 就是當你給他看一個真實的中國的時候 震驚是很大的 等於說我一天和你 有一吹噓,有一駁國歌 硬了扯了旗那一隻 高樓大廈,世界奇蹟,高鐵很快 然後你坐在餐廳的時候 看到中國人在你身邊 在你杯水裡哭了 你明明的反差會是怎樣 問題是中國面對平均的假象 平均就像是很有錢 一些暴富,一些暴窮 同樣道理 極有文化,極沒有文化 而很有趣 你和國內的相對受教育政典分子討論 他們其中一點對民主有保留的就是 你多些上來打打打打 當然是人民質素 我們自己害怕的 其實他們是一個沿海這些發達的城市 享有的特權 有戶籍的 你聰明的那些尖子 如果從內陸省份考進去 要去上海、要去北京 他們坐在那位特區 當然跟你說不可能全國平均 上次你都說過 你開放上海、北京 你剛剛才清完低端人口 上次你都說了廣東或廣州的反差 醫療服務 諸如此 有的嘛 有數計的嘛 如果你不停抽沿海省份的資源 去補貼內陸的資源不足的話 基本上沿海的人 就是永遠不夠數 永遠不夠數 以他們賺到的錢回來 不是那個數字 等於香港人都很頭痛 你說大交稅給政府一樣 但大灣區大概到一萬七八二萬元 這個水平的若莫差在韓國一點 對,已經很接近了 其實跟韓國整個國家都很接近 問題是整個大灣區 但你覺得廣東的社會的配套 又不是那個級數 所以你很明顯有些事情要解釋 落差是很大 你當然可以說它 但部分是貪污 我不說了 不說多少 但很大部分明白的 就是撥底內 只有全國只有幾個省份 是有盈餘的 就是沿海 其餘省份只有三個 廣東是一個 上海一個 重要內陸的省份 是篤元素都不夠 所以是不可能沒有意見 他們是麻煩的 當然另一本 另一種看法 就是說Middle Income Trap的問題 如果我們看一本書叫《完美獨裁》 反而奇怪的 這本書很多是講福利制度 因為社會本身是寫福利制度 他講這個 他主要是比較 回到很大的篇幅 去比較中國作用威權體制 和其他威權體制比較起來 其實他在民間抽的稅率是多很多 其中他集中 他對社會吸取能力是高的 但他實質的稅率 一個中國的實質稅率 差不多去到百分之四十 以他的補選 而香港的百分之十 因為他實質稅率計法 他不是直接稅 其他成本 沒錯 還有間接數很多 而他說40% 實際上是高福利國家的抽稅水平 但他問一個問 為何高福利國家的抽稅水平 而不是享受高福利國家的福利呢 分配問題 一來是分配問題 二來清楚中間就有個 有個很大的洛杉水平 為何就是當年鄧小平放手給你搞 其中他看得透 看得透是甚麼加科 就是你這個所謂機器 你所謂一黨專政這部機器 是不合理的 他對於整個社會是一個 是一個負能量 是一個負能量 他能夠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是負值 有他在這裏比沒有他在這裏 你維穩已經說多過軍費 他軍費很多 當年鄧小平哪有支歌仔唱 國內的維穩人士說了一個笑話 就說他頂不順便離開 他得了那些飽輸的人 走啊不跟你玩了 我投降了 走啊 跟他聊天 你走了我的兄弟怎麼辦 你走了我生業 可不可以多留一會兒 大家互相好做 你繼續扮作犯 我們繼續是維穩 大家交足氣 等於最近女記者反彈事件一樣 就是能量 爆就爆出來 為何剛才說的 為何那部機器一定是負能量 你不知道能量放在哪裏 例如弄孔志學院 不是,放在哪裏 放在歐美澳樓那些屋 這些就是海外留學生家長大會 你不放在那裏 他怎樣在那裏拍手掌 明白一回事才行 所以你發覺是全美 新聞和全世界的新聞 只是名字 可能是一個信箱 問題是信箱也好 他都要有維穩費經營 那些錢又要做什麼 但大家想想這件事 除了製造就業和製造外國 收多了很多匯款之外 有什麼實際經濟效益 沒有的 就是這樣 所以你在享受一個很高的福利 福利是真的 問題是在享受很多 我們叫做Virtual Reality VR 即是虛擬幻象 或是虛擬真實 所以就是那句 國內除了橙之外 什麼都是假的 所以可以做這麼大盆戲 最後再說 讓蕭公說經濟戰之間 補多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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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鮮詭言 就是講一黨專政 要不要被DQ 人們已經說了 應該第一個被DQ的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就是以 推翻一黨專政 為訴求 他說國民黨一黨專政 共產黨專政 還有一件事 要人民民主專政 不是一黨 蕭公說得對 國內那一套嚴格上不是叫一黨專政 是叫人民民主專政 人民民主專政 共產黨領導 擁有五道底下的協商制 所以有八個民主黨派 八個花瓶 大家才是國情 你要將兩會由頭聽一次 他在一開始就說 這個政協就是當日選擇了共產黨 就是正確 是當日中國人民的選擇 所以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過是黨專政 沒有的 他是反映人民意志 他是有一個多黨協商制度 有很多黨的道解 幾個大的問問 當年的講法是甚麼加科 當年的講法是甚麼加科 你讀歷史 不要讀視頻 那些中國通識不要理 真的1940年 九年前後發生甚麼事 當年其中一個借 不要說借 當年其中一個理由 為何這樣選共產黨出來 就是國民黨一黨專政 根本不讓你有民主 不讓你有民主的情況 都是人民意志反映不到的 於是出現了 就是剛才馮博講的組織 就是這件事 就是人民協商代表大會 是人民選代表出來 再去產生政府 搞清楚這個關係 所以發覺很過癮 就是當國民黨崩潰前夕 出現了一件事 叫做國事大會 國事大會並非國會 就是共商國事 為甚麼叫共商國事 類似制宴會議 是制宴會議 沒有鬼阻擱政府 在沒有政府的狀態下 你如何產生政府出來 當然很清楚 共產黨拋出來說 我來解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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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都是多黨協商 開頭不是共產黨的人士 可以做到部長級的 如果你看張怡和聲 最后的貴族 就是講這些貴族 多年有這個過程 最后的貴族 最后的貴族 怎樣看 若莫 十年都不夠 就被人清算了 清算了 看看香港 插多一筆 有點像 共產黨有兩個位置 它是要最後才清算到的 法院和大學 現在正在清算 最難清算是你們 因為這兩個部分的技術程度最高 而它是沒有的 它沒有的 它要靠它 所以最後才清算它 最後清算一回事 所以為何說現在打到新的意識形態 你過過過過下的 所謂的 如果我們 假設它正在走舊路 正在清算法院 正在清算大學 有一樣東西 它一定會倒楣 就是 你其實正在清算香港 等於香港的優勢會不見了 你想想一下 這是很過癮的事情 英國都建立香港 從頭到尾講 最重要是法治 外國商人 可以相信香港政府 因為香港政府會守法 那誰確保你香港政府會守法 法院 也就是說 在英國三權分立的憲制舊秩序下 你的司法獨立 其實就是確保了香港經濟繁榮的前提 你沒有了這件事 其實等於沒有了香港 我不知道那些人在想什麼 他意圖過新加坡法 新加坡的法庭判政治案很乖 乖還乖 但是你發覺新加坡的法庭判政治案 他都是跟著習慣法 他就不可以的 technically speaking 他依然是司法獨立的 有一樣東西大家沒有什麼留意 新加坡去到九十年代 才將終審權由書物院拿回來 這件事是最難的 他是英聯邦來的 難的 這件事反而難 因為新加坡去到最後 獨立了差不多三十年 他才敢 因為這件事是最難建立的信心 最難的位置在這裡 最難的 所以大家經常忘記了這件事 很多人都忘記了 如果不是因為有英國這個系統 民主三權分立那種 的系統來撐住你的社會組織的話 你根本香港的殖民地也好 新加坡的殖民地也好 是無法運動的 今天林鄭委任了兩個 做一個非常資深海外罰官 做留意 而密合法官 終審法官 立即做事 肉olla 左手邊說誠敗他 右手邊說會有兩個成為內法官 擔心 我擔心 ensitive 八 до囉 我拔心 如果 看他做什麼,他委任兩個資深的海外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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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要沽車看看如何發展 如果別人不相信,香港又夾在中間 就說到貿易戰 時間有限,我們趕少廣帶一些入境題 剛才馮博提起了這件事 法治為何這麼重要呢? 其實是相對令到香港獨立的 你不要說政治實體的東西 雖然很敏感,但事實上是香港獨立的司法管轄區 即是法律上,香港獨立的在法律上 所以為何你會發覺世界各國與香港做生意 是不會採用中國那一套 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說採用中國那一套 那我不用與香港做生意,與中國做生意 一模一樣 你不要忘記,很多外國在香港做的生意 其實是大陸的生意 為何要在香港,因為最後有法律的仲裁 兩條很重要的選擇 為何要基於香港,你沒有想過 有保障,這件事很重要 你只想想到今時今日,進入中國大陸境外直接投資 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來源最大,就是這件事,劇透一點 來源最大的,從來沒有改變過,就是香港 難道這些錢是香港的錢,當然不是 是外國的錢來香港,而用香港的身份投國內 這樣才是有保障 反過來,同樣道理 你以為香港很多出口嗎?不是 香港的出口是怎樣來的? 是轉口,是中國來的 那是否直接是中國?不是 那中國要經香港轉口 因為香港的招牌很重要 香港的認證很重要 你那個貿易夥伴對家是不是香港也很重要 你叫那些鬼佬直接對著中國的坐牌 死了 怎麼告他法庭呢?沒有用的 對,沒錯 坐敦也說你是抄襲的 坐敦也說你抄襲我,不是抄襲你 死了 你這樣的法制,怎麼可以跟人家說自由貿易 所以變成這件事,中國其實不是不知道 但是美國人現在鬼拍後尾症 當年錯了,錯了為什麼加科呢? 錯了一個信念上的錯,一個理念上的錯 就是當年鄧小平成功騙到美國人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鄧小平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對西方是有利的 因為會吹銅,大家的價值是會接近的 那些鬼佬相信,居然相信 於是吸引中國很多最惠國地位,開放市場 開放投資,我不再歧視你,資金可以自由流動 很多東西中國當然是有利益的 錢不斷湧進來 所以你也記得這是很簡單的數目 1997年之前,香港的GDP是中國的四分之一 過去幾十年是不是香港弱了呢? 不是 香港其實是一個很顯著的增加 增值很明顯 但是更加大的好處在中國體現了 中國可以通過香港獨立的經濟實體身份 去取得很多外國的資金、技術、人才 令它發展得很快 所以有一個平均數的問題 其實你說中國貢獻最大的是鄧小平 問題的貢獻在於不做事 他的工具是香港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就是香港 香港是一個獨特性的香港 不是獨立的香港 是司法獨立和自由貿易港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沒有前提的,你認為中國是否有數 如果按現在這個所謂理論框架 中國不用靠香港,可以自己搞定 特朗普快要玩你了 而特朗普快要玩你,是很要命的一件事 為什麼特朗普說我打貿易戰一定會贏 很容易贏 很容易 後來就說我一定贏 我吃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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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計數就知道 貿易主要的順差是來於美國 主要順差,不要說唯一 他對美國以外的地方做生意都是虧的 唯獨是對一個地方賺錢全家 也就是說中國從來都是靠美國食虎 但為什麼可以靠美國食虎 因為有香港 美國直接對中國會撞火星撞地球 而不可以讓你這樣賺錢 所以你明白好過香港的角色 說難聽一點就像杜汶澤所說 是那一絕音模一樣 令你happy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就是這樣 香港的身份是這個定位 如果你說不用要香港 那美國現在已經看到了 就和外貿易戰 現在說贏了為什麼 只要他落閘放狗 你中間一定會跪下來 你不相信 你看看王岐山做什麼家科 你看看王毅去日本做什麼 為什麼這麼緊張 還有銀行全部都用了樓尾班底 全部樓尾班底 為什麼呢 就是換債了 易剛那些全部樓尾班底 因為他現在致死 他唯一的談判對象 不要說主要 是唯一要談判對象 就是美國 是談不成會死的 而川普做生意 他不是說政治 他是完全沒有底線 This guy has no honor 他夠膽死以前玩破產也可以 玩死你的債主 這債人做生意很厲害 他就當成是中國 是一個生意佬來和你玩 他有什麼可能會不贏你 他沒有什麼道德底線 他就說經濟實際的一件事 就是計一條很簡單的數 從來都是你在我賺錢 只是在我賺到錢 我是你唯一的顧客 那顧客會大一點 你顧客是不是顧客會大一點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條鎖計出來 整班債人都騰了 你知死了 現在全部人單口對著美國 還有美國的特朗普是怎樣玩你 怎樣玩夠你 先前那些什麼鋼 鋼材精髓 全世界一起起控 這下玩了高智 他玩contrast 挖你一巴掌 再拖你 拖你那一刻 特別窩心 特別窩心 可能他玩隊還是這樣玩 先蓋你兩下 再給你一顆戒指 特別窩心 怎樣玩呢 因為所謂駱閘放狗 即時有很多所謂盟友反台 尤其是加拿大那些 我才是你最大的鋼鐵出口國 不關其他事 逐個來跟你說數 心心就是這個效果 逐個來跟他說 逐個放 逐個豁免 你就會發現很窩心 其實跟以前沒有分別 我就叫你來求我 沒錯 你要來求我 因為我是你 顧客 我給錢 於是 於是加拿大 歐盟 麥西哥 都一起求你 我豁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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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個都豁免了 就一個不豁免 因為還有人未來 還有人未來 只有一個人未來 宣佈清帝的人 有 袁世凱未來 拿著椅子 所以變成 經常說 外行看熱鬧 外行看門路 你玩慣這些商業談判 你就知道 搞什麼 全部收買好了 但收買別人的東西 是假的 是不需要出的 為什麼 原本就是沒有關稅 突然說 我要收 大家來求你 還原還原還原 其實我沒有給你任何東西 問題是一口砂糖一口屎 那口砂糖就甜了 我們吃完屎 沒有東西做過 但唯獨一個 現在不騰雞不行了 那個人叫做中國 只有他現在要部署和美國談判 但又玩花椒 又玩什麼花椒呢 台灣關係法又再一步突破 加一個旅行法下去 加一個旅行法 第一件事 民進黨的陳菊 去到美國演講 中國不是爆炸 你可不可以想像爆炸 你搞了這麼久孔子學院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負能量抽了這麼多錢 搞維穩 搞宣傳 搞洗腦 搞孔子學院出來 越搞反抗就越大 去到這個地步 陳菊去訪問 大受歡迎 很明顯美台關係 會再進一步緊密一點 這樣就很好玩了 記不記得一件事 就是經常中國說 兩岸關係 台灣早晚要歸巷 是在於外交圍堵 大哥 現在不是外交圍堵 還反過來 外交突破 外交突破 而且他和你最大的客人 唐痴豆 你想想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如果美國宣布台灣鋼鐵進口 美國享受最惠國待遇 會發生什麼事 你明白嗎 台鐵即時會彈起 台灣重工業即時會彈起 立刻翻爭 立刻不用去大陸 不用去大陸 不如搬去台灣 發生過的 發生過什麼家科 發生過的先前 就是在韓國的通用汽車廠撤退 撤退搬回美國 這是很震撼的消息 美國的工業回流 台灣的工業又會怎樣呢 有沒有機會出口去美國 以前就看著大陸害怕 現在大陸和美國打貿易戰 台銘去了美國 對 對 跟著好處的誰 台灣就拍攔手掌 可以擺脫你 擺脫你 你這樣說 台灣商家去大陸投資 不難到乎 因為他們是大中華膠 當然不是 錢 錢 問題是如果美國的債作 你想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是什麼家科 台灣自己也知道 你以為台灣鋼鐵 即是大陸投資 是看著大陸 不是 台灣鋼鐵 即是大陸投資 拿大陸的平價生產力 然後你賣去美國 搞清楚 這件事 更正如你美國生產成本低 我在那裏運費 直接在美國生產 或者我直接在台灣做運去美國 如果你是最為國待遇給台灣 那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樣 是台資企業會在大陸撤退回台灣 或者去美國 這件事的話 對大陸來說是大領落的 整個統戰的部署完全反轉了 所以你說貿易戰全世界受損是假的 貿易戰有一個個受損 肯定是真的 就是那個玩玩仗 玩了這麼久的國家 到底這個力度夠不夠 刺爆的波呢 是很危險的 正如剛才說的馮波 已經跟大家解釋了 一個大的數字 其實是一個脆性的聯合 它為一個合法性 就是經濟表現 就是有我在這裡 大家有飯吃 於是你們忍受一切 但是如果沒有飯吃呢 或者有飯吃的繼續有飯吃 沒有飯吃的食肆 低端人口被清除 其實就是回到大分裂前夕的現象 好像有點流氓 低端人口去了哪裏 原來他會自己消失 他不是不死還是反破 他抱著死 反了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個貿易戰 看上來就不要以為 一件純粹噴口水口水花 或者是美國講完有好處就算 川普這次真的夾得很英 夾正春代 所以我想反而就是 下個禮拜就怎樣也好 密切留意一下 到底中國貿易代表團會和川普打什麼牌 這下就很精彩了 而川普也出了另一張怪牌 除了台灣之外 那張怪牌就是北韓 北朝鮮 當然是美國佬跟他和談 看回消息 金仔好像很順滕 金仔很順滕 記著記得 正如你剛才看過 南韓立國現在的新氣象 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其中一件事 金仔自己心裡明白 其實作為一個緩衝國家 四戰之地 有四個敵人在旁邊 美國、日本、俄羅斯、中國 他本身是受害人 因此你會發現 北朝鮮和中國 其中的矛盾極大 甚至比南朝鮮、南韓的矛盾更大 因為南朝鮮和中國 都沒有所謂的領土問題 九分子 九分子很多 但北朝鮮和中國 依然為了這個 鴨綠江附近 哪一部分是他的 都還在吵 你不要忘記 朝鮮、王陵還在 遼寧 朝鮮、王陵還在你那邊 哪一邊是朝鮮 為何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 金仔和中國不努力 是絕對合理的 所以美國人願意拘捕他 其實就像打牌一樣 你就是我不出衝 我去你那邊 威脅金仔 你可以說美國是最大的 難道俄羅斯不是吧 難道中國不是吧 你明白嗎 歷史上侵略過朝鮮 肯定是這兩個國家 真是侵略過 所以說如果忽然之間 的侵侵又打了一張怪牌 拔了肥仔金 過去他那邊 就算不打就算 抱頭抱頸 跟越南一樣 我派了航空母艦進駐越南 金蘭灣 你死不死 剛之前不看劉總敬 戒指的那本書 《戀中的戰索》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中國國產黨現在 因為已經出賣了蘇聯 先出賣國民黨 吃了他的位置 然後就跟美國 夾手打了蘇聯 現在到他坐的位置 到他了 下面越南就打了他 越南和朝鮮正正是他以前的位置 他就是圍堵你的一個 就是他質疑劏開你的旗艦 大家明白一件事 川普的瘋得來 他是一個很實際的政治家 出派是很準確的 所以你會發覺 居然會跟越南攬頭攬頸 你可不可以想像他是小仇 當年打魚戰的人 打魚戰一定是小仇 現在攬頭攬頸 所謂何事 實際利益 這件事其實是跟越南的關係修補 即使是奧巴馬時期都已經 亂交緊要 是國策 有客觀需要 就是這兩個國家可以在側域突破你 整群歷史盡情不會以人的主觀而遠有所可見 不是只是川普的 是美國國策 川普是一個代表性人物 更加實際 因為他沒有道德底線 你明白這件事 川普是沒有道德底線的 因此他能夠做出一些 以前左膠總共做不出的事情 但實際上國策的方向是相同的 就是你想想他可以跟越南攬頭攬頸 同樣道理 他一樣可以跟北朝鮮攬頭攬頸 北朝鮮肯就是 因為北朝鮮是不會威脅美國的 想清楚這件事 北朝鮮是不會自己威脅到美國的 沒有這件事 他威脅到日本就有 不會威脅到美國的 當你北朝鮮都歸了這個 所謂美日同盟那條線的話 那中國怎麼辦呢 應該就是說 那不是直接那麼嚴重的軍事威脅 但另一件事是平衡的問題 就是當你要面對多一個前線 你要燒錢 而中國以現在的國力 那種消耗方法 它是負擔不起的 其中一個委舊的中國 其實是911 當時也有很多現象顯示 然後下一個應該就是他 照計是 加上六四事件 那當然有十年之後的改革開放 可能頓時期有一個混春期 另一個就是因為有911 原本準備開始圍堵他 也有說法 就是令到美國的全世界的專醫力 去了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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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就有奧巴馬任何所謂 重返 重返 派Photos to Asia 即是回來了 OK 那一開始也感覺到 當然今次不同的話 他說他自己已經很強大 對呀 嗯嗯嗯嗯嗯 也有在南海建很多東西 對呀 還有紅A交通在戰艦上 拋水袖的 很戰盡的 對呀 那似乎 但是他擺脫不了一個依賴 即是在計算也很清楚 真的跟所有國家都很虧 是唯獨在一個提款機裡緊錢 那就是美國 你看一個小客人就叫美國 所以 真的很好笑 我也覺得這個Donald Trump 寫過真是說我是贏硬你 他真的這樣說 他吃硬你 很容易贏 因為數目很明顯 我不過數給你便可以了 真的這樣 真的這樣 我想他們看過後 都有些百禁交雜 現在不是嘔吐了 你猜不到 瘋了對瘋了 你猜不到 所以很精彩 今晚時間有限 我不吹那麼多水 大家密切留意 密切留意這件事 真的不要人云亦云看這些熱鬧 頭條新聞 以為貿易戰是不好 全世界攬著死 不一定是 反過來想想 當全世界貿易戰最厲害的時候 香港是最發達的 我經常都說 因為香港專門發國爛財 當中國被人圍堵的時候 香港的獨有為戰 那個救生圈 很明顯 只有一個救生圈 一個救生圈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有點過癮 形勢上的轉變 大家值得留意 包括香港如何自處 今晚不吹那麼多水 密切留意 看看經濟代表團的成果如何 下星期 看看時間遵早公佈 告訴大家 好嗎 今晚就這樣 OK 拜拜